在上期故事中 斯蒂日渐强大的兰迪一脚将老麦直接抱头 接着在利格西的协助下 赢下了2009皇家大战30人淘汰比赛 随后便成立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律师团队 试图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做出合理的解释 对 通常有很多很多马尼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做法 即使犯下的滔天大罪 都会请一些西装笔挺的人 协助让你无法想象的解释 就是要把自己的行为 讲到很伟大很了不起这样 然后还要换别人陷害他 这样才爽就是了 还有玩法 好 蓝迪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顺利进入到第25届摔跤狂乐比赛 但大公主并没有因此而选择退缩 独自一人与蓝迪一行人进行了争论 然而大公主的一张嘴 又怎么可能应付得了几个大男人呢 于是就在大公主处于弱势的时候 众选手们陆续来到了体育款 向台上的蓝迪施加压力 但不可一世的蓝迪却根本毫不畏惧 并声称如果摔三代无法参与摔跤狂乐比赛 到WWE倒闭 在场的所有选手都会失业 然后就不停的嘲讽眼前的大公主 你开除我 你开除我 你开除我呀 把大公主怼得哑口无言 就在这时小麦来到了现场 怒势匆匆的她一言不发 直接展示了自己隐藏已久的格斗能力 再加上从丹哥那里学到的咏春拳 把利哥系成员打得狼狈不堪 直到众选手们进行干预 蓝迪这才逃过了一劫 而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摔三代再怎么能打都还是敌不过副三代的 你好 欢迎来到绿眼镜频道 今天绿眼镜将为大家带来 蓝迪奥顿的故事第十九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点赞与分享 好让摔三代的点赞数可以突破九百大关 让绿眼镜频道能够长长久久 就在帮助妹妹出了一口气之后 小麦决定挺身而出 接受了来自摔三代的挑战 准备在接下来的No Way Out比赛上 牺牲自己的身体 将蓝迪奥顿彻底摧毁 以确保作恶多端的家伙 无法参加摔跤狂乐 而就在结束了一段口水战之后 蓝迪本想与小麦进行实体作战 但由于小麦的咏春拳实在是过于强大 于是摔三代便在登上比赛擂台后 安插在旁的双德立刻包围了小麦 可没想到小麦却有备而来 拿出了一根不要钱的木棒 向三人展示了从红气功身上学来的打狗棒法 将利格西打得鸡飞狗跳逃出了体育馆 可就在小麦回到后台 与大公主谈论着接下来的行动时 利格西却趁机偷袭了两人 蓝迪甚至对大公主动气的歪脑筋 准备让大公主布上他老爸的后尘 索性小麦挡下了飞腿 这才避免了大公主遭到严重的伤害 而就在雷格西变得似乎难以控制的时候 大公主连忙找来的宋葬者 希望宋葬者能够卷落蓝迪奥顿的锐气 但就在宋葬者准备使出墓碑落下 击落蓝迪的那一刻 双德却对比赛做出了干预 联合蓝迪向宋葬者发出了猛烈攻击 所幸就在毒蛇准备使出RKO的同时 角麦登上了比赛擂台 再次利用那微快不破的咏春拳打击了对手 并在协助宋葬者使出锁喉摔 将双德狠狠击落后 小麦将泰德逼向了擂台角落 利用那不要钱的垃圾桶 对泰德使出了武林绝学 隔三打牛 将可怜的泰德打得不省人事 而两人在怒目系上的无色线比赛 小麦的表现可说是让人另眼相看 过程中虽然吃下了来自蓝迪的多个狠招 但小麦依然咬紧牙根抵抗到底 并使出打口棒将蓝迪打得一脸番茄酱 但就在小麦把蓝迪送上播报员区域 准备进行最后一铺的时候 双德再次全来干预 索性伸手敏捷的小麦做出了闪避 导致罗德意外击中了泰德 在被DDT击落之后 罗德步上了泰德的后城 尝试了来自小麦的垃圾桶隔三打牛 然而就在小麦再次扑向蓝迪的瞬间 却被复数的摔三代闪避了招式 再以大招DDT Super Press摔下了小麦 但就在准备将小麦爆头的那一刻 小麦却利用Spear做出了反击 并拿起了铁蚁大神 向蓝迪狂哄烂扎 可就在小麦看准时机 以为能够未复报仇的时候 一早突如其来的阿贴奥 却将小麦摔了个措手不及 并被蓝迪进行了压制 完成了独秒 就这样不可一世的摔三代逆袭成功 教训了试图阻挡自己 前往摔跤狂热的对手 结束了2009 No Way Out比赛后 蓝迪延续了与小麦之间的不合 两人在第二晚的落节目中 进行了一场不合法的对决 而就在小麦逐渐站进上风 并准备使出隔三打牛 对付蓝迪的时候 双德立即做出了研究 破坏了小麦那惊天地弃鬼神的招式 接着便在将小麦打得无力反击后 蓝迪一脚踢向了小麦头部 顺时令小麦失去了意识 然而就在大公主来到现场 并对小麦的伤势 感到痛心流涕的时刻 蓝迪却又忍不住 打起了大公主的主意 使出大招RKO 击落了手无寸铁的女人 但又在玩世后 露出了一年无辜的表情 直到愤怒的大锤子来到现场 并露出了一年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报复的表情后 蓝迪这才意识到 自己犯下了弥天大错 在完成了将老麦一家三口 都送进一宴的任务之后 蓝迪带领着Legacy 向WWE宇宙分享了 自己成功报复的心得 过程中还不忘带上了 一把山寨版雷神之锤 自负是在预防某些势力的到来 而就在蓝迪对自己如今的成就 沾沾自喜的时候 该来的还是来了 大锤子带着如假包换的雷神之锤 步向了体育馆 带着残暴的眼神 准备登上比赛擂台 见状后的蓝迪立即叫停了大锤子 建议双方放下手中的大锤 像男人一样解决问题 作为诚意 蓝迪率先将大锤抛出了比赛擂台 大锤子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这时的Legacy则开始包围大锤子 以为可以靠着人数上的优势压制对手 可三人却似乎低估了眼前的大锤子 身为最爱玩臭的第二领导人 又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手中的大锤呢 大锤子瞬间掏出了一把后背锤子 击倒了罗德 接着便追赶着试图逃跑的蓝迪与泰德 而两人虽然躲进了更衣室里 但却依旧无法阻挡大锤子的脚步 破门而入的大锤子将蓝迪逼向了墙角 所幸就在雷神之锤砸向蓝迪的那一刻 蓝迪做出了闪避 并以泰德成功逃离了现场 就在这起蓄意伤人事件发生之后 蓝迪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除了以双德形影步离之外 蓝迪也在接下来的发布会上 带上了自己的律师团 以及几位保安人员 最后便向WW宇宙做出了宣布 身为皇家大战获胜者的蓝迪 将会在接下来的摔跤黄乐比赛上 选择挑战大金腰带统治者 蓝迪表示虽然很多人会认为 自己的选择会是大锤子 但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原因是大锤子做出了犯罪行为 而且大锤子不像我 有医生证明是神经病 所以大锤子会再建议度过自己的摔跤狂乐 于是大锤子来到了擂台 利用激将法试图改变蓝迪的心意 勾起了蓝迪在EVOL路线不堪回首的记忆 提醒蓝迪自己是如何对待年轻的世界冠军 嘲笑蓝迪就是个负责提包的小孩 只会躲在律师团的背后做个耸包 果然就在大锤子的一番羞辱之后 蓝迪被彻底激怒 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决定在摔跤狂乐上以大锤子一绝高下 然而就在大锤子准备离开赛场时 皮痒的蓝迪又突然祸从口出 表示自己依旧无法忘记对大公主的RKO 这也导致大锤子几乎失去了理智 并重新回到了比赛内台 但在众人的阻挡下 大锤子没有选择立刻动手 而是执行了另一项计划 就在接下来的洛比赛中 主办方预定了大锤子与LigaC双德之间的比赛 兰迪则抱着爱人舒服的坐在沙发上 期待着这场表演 但就在双德准备就绪后 却迟迟不见大锤子的踪影 于是主裁判做出了宣布 双德不战而胜 但就在两人沾沾自喜的时候 兰迪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可却以为时已晚 大锤子早已登门拜访 将兰迪的住处进行了大肆破坏 接着便在与兰迪进行欧斗的过程中 站近上缝的大锤子 将兰迪抛出了窗外 反而就在准备做出进一步攻击的时候 警察来到了现场 阻止了大锤子 并将其进行了逮捕 而在这一连串的攻击事件发生之后 兰迪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出报复 一眼镜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兰迪奥顿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